雖然還沒有複習到三角函數要怎麼用 但是我們還是就剛才的那個甲級定理的部分 我們再多講一個例子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如果我們要去找s乘上sin的這個極限 我要怎麼算 那這個極限呢 我要再次強調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有些同學看到這個極限說 我現在這個是s乘上sins 那大不了我就把它乘開嘛 就有同學會這樣想 因為原來的題目是長這樣 我加一個括弧比較清楚 那你可能有些同學就想說 那我就把它直接乘開 這個乘這個 然後看看會是多少 然後同學就發現 這個的值是0 但是這個值呢 當s趨近於0 丟到這裡來 姑且不管你還記不記得sin 什麼0度一度 到底那些就是sin 什麼二分之π 什麼那些東西到底是多少 可能sin的值你已經忘記了 或是怎麼樣 那但這個0帶進來確實不行 因為它的分母會爆掉 所以這整個帶進來之後 實際上這個東西的極限值不存在 那0層上不存在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之前一再強調 你要能夠把它拆成兩項相成的前提是 這兩個的極限都一定要可以算 那但很明顯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根本不能算 所以把它拆開的這種想法 根本不對 它根本不是這樣看 好所以在這裡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之前所講到性質裡面 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它既然不能這樣算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算呢 所以再用到我們剛才所講的夾基定理 這個東西好用之處就在這 我們可能有時候這個極限 某一些函數 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看出它的極限要怎麼算 那我們可以用夾基定理的概念 做做看 看它的極限到底是多少 所以它要怎麼算呢 我們要考慮的函數是中間這一個 考慮 s乘上sin的s分之1 那我們現在不妨考慮加上絕對值的情況 那絕對值是可以真的就拆開了 好絕對值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相乘 拆成兩個絕對值相乘 好我們考慮這件事情 那我們知道 因為你現在根本不要管那個sine幾度 因為這個幾度我們現在不曉得 那我們不管它幾度 這個sine的值是有範圍的 我們知道 sine的值 實際上是在 1跟負1之間嘛 所以它實際上這個值一定是小於等於1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們的s乘上sin s分之1 這個值一定會小於等於s ok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能夠做到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說 我現在可以把絕對值拆掉 那你記得絕對值拆掉是怎麼做嗎 絕對值拆掉的時候是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直接就把這個s寫成 負s跟s就好了嘛 所以它是得到負s 小於等於絕對值 我們這樣寫 我們這樣寫 就是負s 小於等於絕對值 s乘上sine的s分之1 好我們已經把絕對值拆掉了 然後小於等於絕對值s 好我們就直接這樣拆 那我之所以要這樣寫原因 是因為我們不曉得s是真的負的 好所以我直接加絕對值 這個就可以保證 它被夾在一個負數跟一個真數之間 好我們就這樣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樣寫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觀察 它已經可以知道 是夾在這兩個東西中間了 再來 夾集定理告訴我們 要去觀察前後這兩項 它的極限會是多少 所以我們去觀察 這一個東西的極限 這東西極限不用講 當然是0 對不對直接帶進去就好 而且我們還可以知道 就算你前面再多加一個負號 它還是0 對不對 加一個負號根本沒差 所以我可以知道 這兩個極限都存在 而且這兩個的極限都是0 所以夾在中間的這一個值 當然它的極限也還是0 是不是就算完了 所以原本看起來好像這個題目很複雜 但實際上經過一些小小的技巧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安算出來 所以我再講一下說 為什麼這邊要加絕對值 加絕對值的原因是因為 我並不知道這s是正的負的 它有可能是一個負數 所以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那我這兩個相乘小於等於它 我猜絕對值的時候 才可以寫出一個比較清楚的項 因為我知道這個絕對值s一定是正的 那我就可以保證說 我原來的這個函數被加在 正的這個值跟負的這個值之間 這件事情就可以被加出來 那我們在考慮的是趨近於0的時候 這兩個極限都是0 所以最後用夾機定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極限輕鬆的算出來 根本不兩下 二十分之中 第一段牌